美食水水千千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今天呢 要來開箱我半年前 在日本Seven買的 三家非常知名的拉麵店出的泡麵 只差一個月它就過期了 然後分別是一封糖 Smele跟三頭火 鬼刷頭 然後跟這個 它好像是雞辣的 這個表情 這三款拉麵它其實上面有Seven的圖案 就是它就是Seven賭賣的 好 我們就來吃它吧 三頭火 這個魚板放下去 叉燒放下去 再來是墳墨 再把熱水給倒上去 倒到餡之後呢把它蓋上去 把這個液體的湯包放在上面 跟它一起加熱 擦來一下三頭火它其實是 日本北海道的拉麵 好 時間到了之後呢 再來把它打開 我倒出來是這樣 再把這個梅子給放上去 它麵感覺很少 可是湯很多了 不知道味道會不會很濃 濃郁但不會到太過頭 就那種臀骨的香味 麵是細麵 吃起來就是 哪裡來點多脫殼 喔 不是那個印度 它吃起來是有硬度 可是一咬就斷了那種 乾燥包放進去的嘛 可是它吃起來卻完全的不會差 喔 梅子 我都忘記有梅子了 我如果下次買它 我應該不會把梅子丟下去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 最後一口喔 上面還有一大塊的叉燒 我們湯先留著 接下來看的這個是 是雜黃濃厚味噌 我覺得它整個這個照片的感覺 看起來有點像是 肉燥麵的感覺 好啦 打開之後 一樣有液體包 粉包 乾燥的肉燥包 它的麵跟剛剛不一樣 顏色比較深 粗細的程度差不多 欸這倒起來顏色好濃郁喔 好了 接下來把它打開 這一碗感覺超濃郁的 你看這個液體 湯頭感覺好像有點油 因為它上面其實有浮的一層油 而且它顏色也比較深 味噌本身的香味非常的濃郁 濃郁之後後面有一股清香上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味道好像沒有那麼的鹹了 然後麵條跟剛剛比起來 我覺得口感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這個泡麵也很好吃欸 不過它的口味跟剛剛的泡麵的口味 就完全不一樣 這個肉燥吃起來就是乾乾茶茶的 你這樣一吃的時候 它味噌的濃郁度是直接這樣上來 可是它那股香味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這樣 有種開花的感覺 好 這個先這樣子 下一個是這個 液豐糖 打開之後它這裡有一個新的 新味噌 粉包 液體包 這個應該是乾燥蔬菜跟 哇 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麵條跟剛剛比起來 又更細了一點點 粉末好像也是要最後加欸 接下來這樣 這樣子之後呢 再把熱熱水給倒進去 三分鐘過後呢 再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倒進粉包 它的醬汁 辣的調味跟香油 上面有浮了一層黑黑的那個香油 現在吃一口麵 再喝下去的時候 那個豚骨的 就是濃厚的那種豚骨的味道上來之後 會有一股那個 香油的味道上來 然後就會蓋過去那個豚骨的香味 對 不過它這個喝起來是比較不會膩口 因為剛剛另外兩款喝起來 因為口味比較偏重 喝完了 飯來了 來加一點飯來吃吃看好了 先用死米雷的 不知道你們吃拉麵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把糖喝光 我自己會就是加點飯 配著糖一起把它喝光 這個濃郁的配飯超好吃的 咬下去的每一口飯 它其實都是有那個拉麵的糖的味道 只有加半碗好像不夠 所以我把全部的飯都倒下去好了 吃光光 接下來是三頭火的 然後再來加飯 我真的很喜歡 最喜歡吃的口味是三頭火的泡麵 你不要看它顏色淡淡的喔 它味道超濃郁的 吃光光 接下來要吃的就是這個 耶 你們知道其實韓國不是有很有名的那個小雞麵嗎 超多人私訊我 或是在那個影片下面留言說 試問我可不可以吃那個辣雞麵 我跟你講其實我自己私底下有吃過 我跟你講一碗極限 人生的極限 可是我今天要吃三頭 我就偷了 一個辣包 一個是不是乾燥的蔬菜包 乾燥的蔬菜包都先倒進去 然後再把熱水給倒進去 都倒好之後呢 就是接下來就等它好了 時間到了之後呢 它這裡有一個湯的切口 把它撕開 這樣就可以倒湯了 整個打開的樣子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加進去了 集心 一打開辣油就炸出來 這個感覺是可以嗎 接下來就是把它打開 順帶一提 這個呢 它是限量版的 我不知道到現在還有沒有賣 它原本的那個Yaki Soba 它的白色的那個原味 我覺得它加美乃滋超好吃 對我今天還是有準備美乃滋 很怕辣 我就會在你們面前 變身成為超級賽亞人 先來吃我們的第一口 你看這個顏色 它就是兼具著胡椒的辣 跟辣油的辣的那種口味的那種辣 我覺得它跟辣雞麵比起來啊 比辣雞麵還要再不辣一點點 因為辣雞麵是我完全沒有辦法 再吃第二口的那種 完了 家裡面要準備牛奶 其實吃辣的時候 牛奶是最解辣的 第一碗結束 這是敏感汁 接下來是第二碗 敏感汁這個很解辣 起司其實也很解辣 可是我覺得起司跟這個麵不搭 可是我覺得起司跟這個麵不搭 吃完了 腫起來 我覺得我這種雞肉 認真來說 其實我覺得它比原本的還好吃耶 吃完了 吃完了 三碗都吃完了 這三個其實都是Seven的季節限定 但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在賣 然後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三頭火 第二名是一楓糖 然後十米雷我會最後 因為我本身對味噌拉麵就是 喜好就是真的就是還好 但我覺得它不難吃啊 可是我最喜歡哪還是三頭火 三頭我跟一楓糖其實在台灣都有店家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吃吃看 焼きそば的話 嗯 比較好的這個版本是季節限定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囉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囉 掰 順帶一起就是我個人在日本最喜歡的拉麵 一間是二郎拉麵 一間是那個阿富里 我今天穿的是神樂喔 你們知道神樂 不怕不怕不怕 我最近吃辣是有一大的進步了 這種東西難得到我嗎